在茫茫人海相遇,多不容易,在亿万人中相遇,更多神奇,所以且行且珍惜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禅世界,今天要分享的是,在人际交往中,牢记这几点,人缘会越来越好,点个订阅,共同感悟。 人是群居动物,在社会生活中,每个人都要与别人交往的,与人交往就会产生人际关系,有的人人际关系很好,总是左右逢源,八面玲珑,但也有的人,在人际交往中处处碰壁,人缘特别差。 人际交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左右逢源的人总是特别走得开,办什么事都会顺顺利利的。 而那些人际交往差的人,就是办一些很简单的事,也会变得困难重重。 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,不仅要靠自己,也要适当借助别人的力量的。 现在的社会是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,独木难成林,一定要学会与人合作,自己的力量才会变得更大。 人际交往中,最好要掌握好下面这几点,人缘才会越来越好。 第一,懂得把握好交往的距离,有界限感。 周国平在《人和永恒》中说,一切交往都有最后界限,一切麻烦都起源于无意中越界了。 生活中 很多的困扰来自于没有把握好交往的距离,比如随意插手别人的事情,想改变他人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,对于他人的生活方式,做到不过多干涉。 不过于抢求,既是尊重对方,也是尊重自己。 分清哪些事是自己的事,哪些事是他人的事,坚守自己的边界,不愉悦他人的界限,才能保持应有的边界感。 与他人相处,要守好自己的边界,不干涉别人的私事。 同时,也要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,表明自己的底线,才能更好地成长。 和朋友相处,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。 说话做事,要考虑对方的感受,对他人的关心点到为止,不随意评价他人的生活,不越阻带袍,为他人做主。 前不久,朋友小方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。 那天,他刚好上班塞车,耽误了工作,被老板批评,心情不佳,到酒店的时候,也晚了些。 当时,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,见他姗姗来迟,突然来了一句看似玩笑的话。 你这个人,太没有时间观念了,如果在我的另外一个圈子,你早就被淘汰出局。 小方一听,当时脸就挂不住了,于是试着解释说,自己确实是有事耽误。 谁知,那个同学却认为小方是在为自己找理由,小方本来心情就不好,听完就更生气了。 忍不住和这个同学,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起来,最后一顿好好的聚餐,弄得不欢而散。 仗着关系好,就可以不分场合,可无遮拦吗? 仗着关系好,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下,肆意而言,不顾别人的感受吗? 朋友无论走得多近,相处都要有边界感,就算出于善意的意见,也要顾及他人的感受,在润物细无声中,悄悄化解尴尬。 而不是自认为关系好,一边又口不择言,让对方难堪。 朋友间若是没了分寸感,也许昨天还是兄弟闺蜜,今天就形同陌路,明天就变为仇敌。 欢乐送中的吴美,因租房而成为了朋友,但对待朋友的态度,五个人截然不同。 凡胜美是知心大姐姐,善于倾听,却为此所累,去小消事,小事包,什么事都想插上一脚。 秋莹莹是无脑小妹,不管别人状态如何,总会缠着别人帮助自己,她们都没有朋友之间应该把握的度。 只有安迪琳德卿,她对朋友交心,但绝不越界,能帮忙的竭尽所能。 不赞同的绝不插手,既独立又亲密,反而和所有人都保持了稳定长久的友谊。 第二,无论何时何地,都要学会给别人留余地。 蔡根坛,不媚己心,不见人情,不结物理。 不见人情,说的是,凡事都要留余地,是不能做尽,是不能用尽,福不能想尽,话不能说尽。 周易中也说,抗龙有悔,做事不留余地,人生必多有后悔。 莫言在《檀香行》里写道,世界上的事情,最忌讳的,就是个十全十美,你看那天上的月亮。 一旦圆满了,马上就要亏咽,树上的果子,一旦熟透了,马上就要坠落,凡事总要稍留欠缺,才能持衡。 生活中,无论是处理人际关系,还是工作,婚姻,生活,都要适度而行。 正如史记,《华纪列传》中所说,酒急则乱,乐急则悲,万事尽然,言之可及,急之则衰。 人与人之间,不必步步紧逼,即便做个点头之交,见面以礼相待,未尝没有另一番哑去。 为别人留一条路,你才不会陷入绝境。 凡事留有余地,也是在给自己已回转的机会,这份余地。 既有对人,也有对己。 事不做尽,话不说绝,福不享尽,花半开,酒半醉,懂得适可而止,才能享受人生的乐趣。 郭德刚说过,得饶人处且饶人,山不转水转,人生在世,谁都会有马高邓短山穷水尽的时候,留一些余地,是给自己一些退路。 谁满则易,越满则亏,人满则交,为人处事的便通之道,就是懂得凡事留有一地,给自己留退路,成全别人的同时,也成就了自己。 有些事,看破了,别说破,有些人,看穿了,别戳穿,没必要给自己树立不必要的敌人。 做人,如果太咄咄逼人,什么事都要争个你死我活,最后的结果,只会是两败俱伤,倘若,彼此都懂得退一步,或许,就是双赢的结果。 做人,一定要懂得凡事留余地,你给别人台阶下,你就能收获别人的感激和尊敬,你如果不给别人留面子,别人就会撕破脸,和你对斋干,你也不会好过。 做人,只有懂得凡事留余地,你以后的路,才能越走越顺。 是满则亏,留点余地,也是一个人气度的表现。 杯子留有空间,就不会因为再加进一些水而溢出来,气球留有空间,便不会因再灌一些空气而爆炸。 不让别人为难,就是不让自己为难,让别人活得轻松,自己才会活得自在。 尊重别人,给别人留面子,其实也是给自己留余地,给别人留余地,也是给自己留有上升的空间。 断了别人的路,意味着自断退路,人生最大的智慧,就是凡事懂得留有余地。 风光无限时,凡事要留下余地,否则一旦深陷困境,想回头就难了。 人情留一线,日后好相见。 世间变幻莫测,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。 给自己留点余地,才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游刃有余。 朱子嘉训中说,凡事当留余地,得一不一再往,处事须留余地,则善切戒禁言。 处事,一定要留有余地,一定不要把话说绝。 说话太满,会被打脸,做事太绝,是得其反。 一个人不论说话和做事,都不要做得太绝太狠,否则会堵着自己前进的路。 为人处事,要为自己和他人留一些回旋的余地,话不要说太满,是不可做太绝。 有时,我们给别人留一分面子,其实就是给自己留一分面子。 给别人留一条后路,其实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。 事事无常,不把事情做绝,不把话说死,不将他人逼到绝境,对人对己,都留点腾挪回旋的余地,才是人生最高级的智慧。 第三,做人低调谦卑,不张扬。 卡奈基说过,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,避免刺伤别人和树敌,做人低调谦卑,不张扬,才能拥有好人缘。 也许生活中,总有一些人会觉得,只有自己表现得牛轰轰的,才能被人看得起,才会拥有更多朋友。 但其实,人性却是,没有谁真的愿意,总被身边人压上一头。 你表现得越是风光。 别人表面上或许会恭维,但是背地里,多是极度怨对。 电视剧《知府》中有这样一段剧情。 盛明兰嫁给顾婷叶后,第一次回娘家的时候,排场很大。 看到她过得如此风光,也许在很多人心中,会觉得她的父母亲人,会为她高兴。 可是实际上呢? 实际上,当时她的四姐姐圣莫兰,就满是怨对。 就算是和她关系不错的五姐姐圣如兰,也是粗意十足。 古人云,木秀于林封闭催之,堆出于暗,流必吞之。 一个人过于傲慢,那么最终,你的傲慢,不会让你得到别人的敬佩。 得到的,往往只会是极度。 佛曰,椭圆旧方,谦虚安定,一空万有,真空妙有。 在这个世界上,每个人都有虚荣心。 做人,唯有懂得谦虚一点,懂得把风头让给别人,那么你才能够让别人舒心,别人也才愿意和你相处。 教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